我家孩子在那个乡房第一梦想幼儿园 也是DIK幼儿园 然后呢这孩子在这我交了三年的费用 交了27万6千4 因为他这个幼儿园频繁地换老师 我们现在想要求退员退费 实际孩子在幼儿园上了13个月 退给我7万块钱 我13个月幼儿园费呢 在那实际产生他幼儿园给我算的是20万 我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 按照27万6千4平均到13个月 每个月和7680 一共应该退给我17万8 现在他把我10万块钱给我算没了 另外呢他这个幼儿园存在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他的收费没有发票 我们家长多次要求出具相关的 就是正规发票 他幼儿园不给开发票 那一下 感到你 也想要看看 又是 崩洩的 往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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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